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集会友请法中拿走 强制排除的规定 就如同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强制排除跟命令解散 其实是一体两面 换汤不换药 所以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 我们因为有非常多的承杆活动 非常多的集合活动 可是都因为我们强制解散的这个部分 最后衍生成流血冲突 这个时候我们在反合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道路的占领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的强制排除 所以大家应该记得 在4月26号的时候 我们在德堂南路到立法院前面 历经有史以来十几个多小时 在强制排除 这样子超过执法限度的排除 让多少人受伤 让多少人在这个晚上 受了多少惊恐 我们到现在实感会还在几处 警察那时候对 在强制排除的时候警力过当 导致许多人受伤 现在所做的修法过程当中 我们反而可以看到说 它比过去 警方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他们反而会变得更不变 然后并且会让更多 想要合法进行游行 或集会的人 更加的没办法去做路线的规划 去年 台湾深远海底子劳工阵线 跟海底子劳工 在仁爱路 和寿川的家的外面 一个开放的广场机会 只是一个和平机会 因为和寿川 他不满这些劳工的机会 能够通报总统府 因为他是国策顾问 就使用他们的特权 声称劳工已经违反了 所谓的乱丢东西 在那边设置 设置领导抗议叫做乱丢东西 就说劳工违法 于是就可以把劳工全面逮捕 强制驱离出境 在集会游行法 现在已经 不是政府唯一用来打压 这个社会运动 打压集会游行 这唯一的一个工具 那政府会用非常多的刑法的手段 包括妨碍公务罪 包括强制罪 侵入住居 公共危险等等 非常多刑法的条文 来 逮捕这些上街抗争的这些人民 从禁制驱换成安全距离 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你画了一个区域 跟你画一条线 说你只能在区域外 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只是换一个文字而已 你继承一个独裁者的 集会游行法 这是独裁者的进化 这是专制者的进化 这根本就不是民主进步 民主进步党不愧 是从社运起家的政党 完全了解 要在什么场合集会 要在什么场合忧心 所以他把这些场合 全部设成进制区 全部花了安全距离 不要把人民放进来 把他远远的排到我们执政党的 视野所不能及的范围外面去 视频调歌